工联房切记一定把球打到滑球线 在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篮球代表队正全力备战 教练员王志志通过一整套 规范系统的训练教学 让训员们了解了科学训练的重要性 有很多训练商都是有些训练 不科学不系统造成的 我也是想通过刚才这个简单的训练 让他们知道这种科学系统的训练 对他们以后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作为青年学员最热爱的运动之一 篮球比赛呈现的激烈对抗性和团结协作精神 也是军事特色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的目的所在 跟打仗一样对吧 你坚持到最后的才能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而且最关键的是 能让他们的意志品质能够得到提升 在乒乓球训练场 世界冠军穆子走进训练中间 帮助他们进行步伐训练 这个项目对团队意识会让大家越来越强 体育项目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能够锻炼咱们这个战事的战斗性 在足球场上 女足国家队队员王瑞珍将科学训练与趣味活动相结合 让许员们在足球训练中体会运动的快乐激情 通过游戏的方式 对我们的停球传球以及身体的协调性进行了纠正 让我们掌握了新的足球技巧 感受到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